哈喽,大家好 我们继续跟进这个TalkGlove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记得要看回我之前讲的TalkGlove 我已经讲了大概大半年了 你要看回我之前的这个TalkGlove的视频 那你就可以把整个布施 把它整个串起来 不要看一半不看一半 害到你亏钱了就不好意思 TalkGlove我上次讲的 它正在下跌走 momentum越来越慢 但是 并不代表它已经止跌 今天它继续的往下掉 但是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Keseng 它的这个body是比上面那些是小了很多 它是随时 会止跌的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上一次我们讲的就希望呢 它会在这个位置止跌 这个 这筹码 0.645 因为这边有个筹码缝 它应该是可以守住它 顶住它 这样如果在这个位置 0.645 弹上去 止跌回声 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 买路 讯号 然后 做一个小反弹 不标价就是这个 0.8 它就算它有机会在这边底下弹上去 我个人认为呢 它应该也是过不到这个0.8的 短期里面是过不到 它要点时间继续把它洗 我们就是要抓这个底 最低的底 0.645 而操作方法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目标价是0.8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 再满路 这个是用这个Pride action 价格行为来做一些判断的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就帮我去share帮我like 记得要加入我的频道 这样呢你就可以随时跟进 收到最新的这个讯息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